大家好,土豆买回来不要总是炒着吃或者是炖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神仙吃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自从学会这样做,我家挑食孩子三天两头点名就要吃 一周吃八次都吃不腻 做法还非常简单,喜欢的朋友可以先点个赞,收藏起来 以免想吃不会做的时候找不到我 首先,我们准备三个红皮土豆 土豆的品种有很多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里面是黄心的,它口感吃起来最好 土豆去皮之后用清水冲一下 然后用刀从中间对半切开分成两半 再把土豆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越好,这样蒸的时间更短 切完装入白色的大碗中 倒一点不要钱的清水 把土豆给它清洗一下,洗掉表面的淀粉 洗净以后瀝干水分,直接放入蒸锅中 用左手给它铺平,让土豆受热均匀 盖上盖子,水开即时,大火蒸12分钟就可以 蒸好之后可以用筷子检测一下 能够轻松地穿透,说明已经熟了 把它倒入大碗中 拿出家里祖传的擀面杖 把土豆片倒成土豆泥 导成像视频中这样细腻的口感就可以 加入两勺白砂糖,大概20克左右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做成咸的 最后加入一点点食盐 放点盐吃起来更甜 充分地将它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 再加入一勺面粉 用黑色的筷子充分地将它搅拌成面絮 戴上一次性手套 将它揉成一个不粘手的面团 揉好之后,手上抹油 就一块土豆泥,先给它团圆 给它按压成一个饼状 全部按照这个方法给它做完 电饼称预热刷油 把做好的小饼一个一个地放入锅中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一个红星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一个农村出来教做菜的孩子 就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今天这条你就免费点一个小星星吧 非常感谢 再把每一个土豆饼表面放上18粒黑芝麻 用手按压一下,刷上一层食用油 开中小火慢慢烙 烙到一面金黄之后,翻面烙另一面 反复的翻面,大概需要烙三分钟左右 烙到八面金黄熟透就可以出锅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土豆饼 颜色金黄金黄的 看着就特别的诱人,有食欲 色香味俱全 口感软糯香甜 保证让你吃上一个就会爱上它 刚出锅,我家三个女儿一人就吃了四五个 外面一个就要卖好几块 咱们自己在家做 两块钱的成本就可以做一大锅 干净卫生,吃起来更健康 做法也超级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